Hello 我是成功 在私募机构做量化模型研究 在这里给您分享投资干货机构思维 下面就如实战学习 今日主题三安光电 阳阶科技 全智科技 投资复盘及未来展望 一 先给结果 二 再给逻辑 三 教给大家补育的方法 今日干货角度啊 咱们一定要认真听完 三安光电 探地挥声 反弹再寄 阳阶科技 阴阳反转 回踩关注 全智科技 鱼龙汇聚 倍量起涨 案例股仅供学习 不够成投资建议 咱们打开案例看一下 三安光电呢 也是咱们之前呢 关注的老股票了啊 从技术面我们可以看到 它在达到年限附近出现起涨 实际上在10月22号 是一个转世晶K 咱们已经是开始关注了啊 之后反弹在50%的分位 连续的出现了一个回调 那实际上我们看 投资就是反人性的 比如说在12月9号 是一个涨停 结果它是一个高点 跌下来了 你看昨天挺恐慌的 放量大跌 结果它是低点 直接又反转起来了 而且流了一个长的下影线 出现了资金的这样一个异动 那么很有可能 昨天的低点 又是一个阶段性的低点了 对于从技术面我们去看 在结合节奏的话 它反弹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 那么我们从题材去看一下 三光电呢 属于LED外延芯片 第三代半导体龙头 国家技术创新 示范企业 称单了国家多项重大课题 再倒是没有问题的啊 咱们呢 看一下它的这个 基本面的情况 未来的成长性 从美股收益我们去看 今年呢 是四毛七 明年七毛 二三年呢 九毛 符合增长率 差不多也能在 百分之二十 左右吧 目前估值在 九十一点二倍 另外高点啊 这需要用成长性 来密布了 好 我们看一下它 基本面的情况啊 净流运的增长率 从三基报 我们看的话 百分之三十七 附近还是可以的啊 负债率呢 在三十二 也还是可以的 净利润的现金含量的话 也都是正的啊 就是盈利的质量 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 我们再看一下 它的盈利指标 毛利率百分之二十二 净利率百分之十三 总资产报酬率呢 从过往我们去看的话呢 百分之十到十五还可以 最近的 它的总资产报酬率呢 略微降低一点啊 估计年化的在百分之五 附近 好 处理追踪我们看一下 处理追踪呢 它出现了一个 股东忽数的一个增加 我们都知道 股东忽数的增加呢 所以出马的分散啊 这是不利于它的上涨的 那么我们看一下股价啊 那从股价看的话呢 确实啊 它在三季度出现了 明显的一个降低啊 那么未来呢 我们做投资就是做的未来嘛 未来会不会出现一个 资金的回笼而价格的上涨呢 也是值得期待的 我们看它的节奏啊 之前出现破年限以后 鱼龙汇聚的起场买点 这组 鱼龙汇聚的起场买点呢 就属于上升趋势回飘下来的 极限买点 大家看到了吗 其实投资啊 真的非常简单 就是我们找一好的标的 然后呢 能在它形成上升趋势的情况下 回答下来形成一种极限 你再往下 它就是下跌趋势了 要么你就往上 这种极限的怪点 是我们要捕捉的 所以家人们经常说 我要做趋势 如何去做呢 并不是说在高位置位啊 而是要在低位买上升趋势的起场面 所以从总体节奏看的话啊 最最起码挑战一下38附近的话呢 这种概率还是比较大的 那么从具体到关注方面呢 实际上在昨天呢 收出这样一个探底反转的K线 上了均加线 这个下跌线就比较长了 就是一个关注点啊 就是上均加线就是一个关注点 我们分两次关注啊 那么昨天的均线呢 它是在34附近收盘 那么也就是说 今天回答下来 34就是支撑 昨天的均加线 是今天的一个支撑位 这又是一个支撑点啊 那么成功呢 就是这样一点一点 给到大家一个标准 建立标准以后呢 我们按这个标准去操作 这样去提高我们的胜算啊 那么对于半导体 还是有一个消息面 我们需要关注一下啊 美国力推芯片补贴法案 预估520亿美元 前提是拿了补贴的公司 不能在美国设厂 而不能去中国 美国计划对中芯国际 实施更加严厉的制裁 好 我们看这条消息到底是利好 还是利空呢 对于中芯来说呢 肯定是利空了 但是对于整个我们半导体产业的 国产替代 我想是利好 你打压的越厉害 我们国产替代的进步就会越快 所以呢我们盘中呢 我们得观察啊 如果是回踩我们关注它 回踩要缩量 那如果在起的时候 哎要开始放量 这量价配合呢就比较理想了 好我们再看一下阳解 那阳解它是出现一个反包的啊 这是一个反包K线 并且呢我们看到了啊 它实际上是直接了一个小的高开以后就上了 相比指数来说要强 我们可以看一下半导体 半导体的指数啊 咱们看一下 那半导体指数呢 它也是出现一个阻力趋势量 是缩量的 这是面临变盘的 窒息量了 达到窒息量以后呢 就有变盘的要求 往上呢还是往下呢 个人倾向于往上变盘的概率比较大 最少呢 反弹一下的概率是比较大的 这是板块指数 但实际上我们看到了啊 从板块指数 潘中的话是有一波沙跌的 相比较而言 央节要强一点 刚才我们看到三岸呢 在潘中沙跌以后 你看它就直接起来了啊 但是对央节来说 它走了一个独立 在指数大盘下沙的时候 它并没有下沙 为什么 还是有资金移动嘛 关注 所以直接反包了啊 这叫阴阳反转 那我们说了 昨天的军家线是今天的支撑 那昨天的军家线大概在65附近啊 65附近 那么我们看今天 缩量回踩65 两个关注点 一个是昨天 就是昨天的关注点呢 就是沿着军家线去关注 因为它已经逆势大盘 逆势指数了 第二个呢 就是说今天 那今天的关注点就是 回踩昨天的军家线 一定要是缩量的 缩量回踩下来 如果再起的时候 放量就没有问题了 就得到验证了 而这种模型来说呢 实际上也是上升连环曲的 技术形态 就是它一波强势的上挡 再回飘下来 缩量 然后再出现 背量起 或者是反包的时候 是一个关注点 都是上升趋势的 咱们的第一次关注点 实际上也是在年线附近 这边反弹还是蛮可观的 10月8号 咱们开始去关注的 那它是打到年线附近 出现了一个跳空高开的 倍量提涨 这个模型叫开门抢前的技术形态 那这波反弹其实真的蛮可观的 所以我们对于每一个品种来说 只要坚持我们的纪力 该进的时候简单一点 不断一点 该出的时候 消杀一点 连续的时候上影线 其实就是我们要减长的一个标准 这样节奏就能把握好了 我们再看一下它的赛道 功率半导体 第三代半导体的龙头 中国半导体功率气垫 十强企业 布局村电装高端市场 汽车芯片 我们再看一下它的业绩和估值 那么它的未来的业绩增长 还是非常漂亮的 本来说能维持在30%左右的 负荷增长率 蛮不错的 我们再看看的估值呢 45倍的估值在军事附近了 不算很高 所以结合赛道成长性 估值综合判断 我们这个位置 目前反弹的概率是比较大的 我们是说概率 所有成功给到达大家的案例模型 我们只是学习 不做不构成投资建议 家人们切记 我们可以通过学习到的这个标准 去招呼符合这种模型的 品种去投资 我们再看一下全质 全质科技呢 其实也是一个之前咱们关注过的老股票了 因为它基本面确实也不错 那目前呢又回答到年线附近 出现了云龙汇聚的模型 它是缩量的 我们看到称交量呢 出现了一个明显的缩量 也达到了一个地量了 面临变盘 出现了云龙汇聚气场买点 上个交易是一个失资性 这个地方呢很有可能走出一个机星高躁的技术形态 关键我们就要看量了啊 因为它昨天是缩量的嘛 所以今天呢就必须放出一个倍量 只有倍量漆涨 价格也是往上的情况下面 就又为了开启一波反财 那如果说没有量的情况下呢 它也会进行回踩年线 但我个人认为回踩年线呢 也是机会 所以关键就是量 给量量足就关注 不给量就等等 回踩年线以后再关注 就是基础面 我们再看一下它的赛道啊 智能应用处理器 SOC芯片的龙头 汽车EDI领先的企业 那么我们可以从侧脸看到它啊 我们看一下它未来的成长性 今年呢是美股收益1.57 明年2.18 23年2.79 基本来说也能维持30%左右的负荷成长率啊 那么从它的赛道我们去看 有智能穿戴智能机器等等 人工智能这样一些概念 今天也有一个消息 我们看一下 对它来说也算是利好啊 上海市委经济工作会议提出 引导企业加紧研究未来虚拟世界 与现实社会相交互的重要平台 事实布局切入 加大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 研发公关力度 加强智能服务机器人 智能穿戴设备 智能家居等领域的培育布局 那这样子的话对于它来说也算是一个利好啊 所以消息面利好结合它的技术面出现指电 我们就看量了啊 只要能给量就有希望 估值现在呢也在军事附近啊 不高 所以对于全市来说呢 我们今天呢也是重点关注一下 那春宫呢给大家做了一个解读啊 仅供大家的参考啊 也不够成投资建议 关键的是我们需要学到一个方法嘛 我们从基本面再看一下啊 有没有什么大的一个变数 从减持计划看的话呢 在21年7月30号的时候 它有一个减持啊 这个减持在股本的比例不超过4.56 百分之4.56 好我们看一下 它在7月31号的时候所处的一个位置 大家看到了吗 正好是包围出现了回落 所以减持这块呢 我们还是要重视的啊 打下来以后就是机会了嘛 股东户数呢略有一些增加 但是它价格也打低下来了 因为三基报你增加了 价格也打下来了 就没有问题了啊 未来的话会不会出现股价上涨 股东户数开始减少呢 都是有希望的 对关键的其实核心还是空间 空间与量价 就是说量价失空 以及我们智能量头出现的一个7涨的信号 其实这是我们黄金污点公正的7涨买点 都要进行一个结合的 财务分析我们看一下 它的增长还是非常稳健的啊 所以啊 从增长我们去看的话呢 三基报增长率百分之一百二十一 非常不错了 而它的负债率呢 是比较低 不到百分之二十啊 之前还更低 这样现金含量呢 也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盈利质量质量好 负债率呢 第一百分之二十附近 财务的安全性还是比较好的 它盈利能力咱们看一下 毛利率百分之四十啊 这个毛利率的话还是可以的 而且是逐年的提高的啊 毛利率逐年的提高 那么它的净利率呢 也是出现了一个提高 总资产报抽率出现比较大的一个提高 季报百分之十二附近 那么年报的话 预计能在百分之十五附近 实际上它现在的负债率在百分之二十附近 如果说能把这个负债杠杆再加大一点 也没有问题 这样给股东带来的权益汇报 还会更高一点 但如果人家有钱 我就不贷款 我就用自己的钱 也可以 没有问题 这样会更安全吗 好 业内点评咱们看一下 与柯达逊飞签署全面深化战略合作 创价协议啊 好 从基本面业绩增长各方面 咱们都看了一下 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那称公呢 就是把这些好的龙头给大家梳理出来 有资金移动的梳理出来 那供大家的作为一个参考 如果认为称公的提示对大家有帮助的 加上们长按三秒强烈 点赞一下 对称公的支持 也是对爱学习的自己的支持哦 您学会了吗 关注称公 学习智能量度大版战法 是有帮助的 对我们下定了 我们下定了 就是要是有帮助的